众长老领命后,皆是怒发冲冠离开大殿,前往吴辉仙谷 但任凭众长老手段尽出,无奈一番勘察下来,仍未发现凶手的足迹和气息 郁闷,愤怒,众长老若无头苍蝇,一边连夜漫无目的寻找凶手,一边思存凶手究竟是谁 众长老疑惑万分,由于九脉之争,九脉之间并不太平 故而他们首先排除弟子是凶手的可能 他们断定,既然凶手能悄无声息进入五魂秘境,杀死两位长老,至少也是神魂六重强者 三日后,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如今仙门五魂一脉两大长老被人击杀之时 已经传遍了整个仙门 圣魂骨魂,兽魂风雷,单浮震气八脉高层相互猜忌 凶手不是对方,便是无魂一脉人心不齐,自相残杀 当然了,那八脉高层迷惑之际,更多的则是幸灾乐祸 在这三天里,有以吴清泉孔高祥门下的数万弟子 人心惶惶神经紧绷,生怕何时厄运会降临在自己头上 而此刻,谭云正在内门售魂一脉一座仙山洞府继续杀戮 他已经挑断了五魂的手脚筋,将其踩在了地上 五魂曾是内门售魂一脉首席,亦是慕慕义曾经的师父 早在三年多前,内门九脉大笔之时,被宗主贬为了三长老 吴魂此时身体哆嗦,口吐鲜血 谭云,求求你别让我,我还不想死 哼,不想死 谭云俯身,只手掐入五魂的脖子,将他提了起来 接着,谭云五官扭曲,脸上青筋暴起 你这个道貌黯然,畜生不如的东西 当初你们内门九大首席,前往外门选拔弟子时 谁不正着想收孟一位关门弟子 你收了孟一为徒,却给你儿子五飞雄梦幻担让孟一扶下 让你儿子玷污我的女人 你娘的,若非当时我阻止得及时 我的女人已经被你儿子玷污了 还有,在盘龙飓风上 若非你儿子被我废掉后自尽 正好让你来个死无对证 当时宗主就会灭了你这个人渣 你身为堂堂内门首席 身为我女人的师父 却做出如此下三难的事情 你他娘的死一千次一万次 老子也不见恨 见哭求无用,五红也索性豁出去了 谭云,你傻吧 你傻呀 竟然我五红作证你迟早有天被人杀死 谭云,你得罪了那么多人 实则无需我诅咒 你也会被仇人杀到尸骨无存 谭云一拳砸烂了五红的嘴巴 你放心吧,你一定会失望的 只要我不想死 谁都别想杀我 至于你 待会儿我会把你脱光之后 再把你的尸体挂到疯癫之上 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惨死的模样 你,你这个恶魔 急红眼的五红含糊不清地怒骂 你说我是恶魔 那我就是恶魔又如何 老子无所谓 你去死吧 谭云五指发力 猛然捏碎了对方的喉咙 他言出必行 撕烂五红的长袍 将尸体用绳子 吊在了一颗疯癫上的参天古术之上 旋即谭云便扬长而去 一个时辰后 日落将至 不,不要杀我 求你了,谭云 我再也不会因为你杀了我 死而慕容困扯你保仇 一座洞府内 苍老的惨叫声很快消散 接着 身穿龟西寒沙的谭云 卖出洞府来 只留下洞府内 一具死状惨烈的尸体 而尸体的主人 正是曾经受魂一脉二长老 慕容红 当初谭云在允兴城通过选拔 成功败入皇府圣宗 于慕容义回宗途中 便是慕容红的孙子慕容坤 拦住了驾驭临河的谭云慕容义 欲图汕容慕容义 同时也想杀了谭云灭口 后在外门之中 谭云杀了慕容坤 在谭云进入内门后 便遭起爷爷慕容红屡次派人截杀 如今谭云诛杀了武红和慕容红后 杀戮仍未停止 他最后要杀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如今内门圣魂一脉 赞代首席 圣魂盗辙 令狐苍鹤 令狐苍鹤的曾孙令狐长空 已在内门屡次对谭云下手 反被谭云所杀 后谭云进入内门后 令狐苍鹤亦是数次派人追杀谭云 曾经的谭云没有能力杀了令狐苍鹤 但今时不同往日 他又是天魔元 报仇请而一局 有仇必报真君子 六个时辰后残阳如血 令人几倍发寒的惨叫声 从令狐苍鹤洞府内传出来 惨叫声持续片刻后 终是归于寂静 谭云迎着夕阳迈出洞府 眼神中流露出一丝释然之色 三日后 内门桥迈长老弟子 皆得知了五红领狐苍鹤 和慕容红惨死之事 内门沸腾了 许这三人的身份可不简单呢 五红是内门首魂一脉曾经的首席 领狐苍鹤乃当今圣魂一脉首席 慕容红则是受魂一脉二长老 可是 他们不是惨死在疯癫树梢上 就是惨死于洞府之中 三人之死事关重大 内门受魂圣魂一脉长老 第一时间前往仙门 将三人之死告知了圣魂受魂一脉 首席大长老 短短数日 仙门无魂一脉惨死两名长老 内门惨死三位高层 此事令仙门内门震动 更是惊动了正在天伐方程 与上千名宗主一道打造天伐方程的澹台玄众 澹台玄众得知后勃然大怒 亲自派人参与调查 是将凶手绳之于法 而在内门仙门轰动之际 谭云已经以沈祖兵师父的身份 不动声色返回仙门 来到仙门方程中的皇府总行 寻找澹台忠德 询问其火种下落 同一时间 丹麦秘境 攻勋仙谷与趴好仙谷 薛紫燕默意神色交集 翘手盼望着苍穹中 谭云能够安然而归 当听闻武魂道者 被人杀死在仙门武魂一脉时 二女只是怀疑是谭云所为 但并不确定 可当二女得知 五红慕容红领护苍鹤死去的消息后 二女便无比肯定 一定是谭云所为 因为他们知道 这四人乃谭云必杀之人